湘湖礁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 对于观光和渔业更是重要的资源 然而近年来却因为气候变迁与人为影响受到破坏 不过在进水口这个小地方 半封闭式的环境减轻了自然的威胁 并防止人类的滥捕与破坏 各式各样的珊瑚 鱼类与生物在此生长 错综复杂的珊瑚形态 形成珊瑚礁鱼类良好的漆地 进水口汲取大量的海水 虽然让这里的水域较为浑浊 但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与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水口由于有堤防的屏状 是非常良好的珊瑚富裕场所 这一箱箱的篮子都装着富裕的珊瑚 经过多年下来的努力 已经有相当的成果了 许多珊瑚都长得比篮子还大了 现在也都成为许多生物绝佳的七所 这是蓝绿光塞雀雕鱼与富裕的肘孔珊瑚 珊瑚与鱼就像是城市与人一样的关系 海底的珊瑚礁宛如地上的繁华都会 是许多生物绝佳的乐园